我們是希望可以把那個Member01 這個Member 這個把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但是寫之前我們按部就不然第一個要把它開起來 那開起來開 把它Read嘛 不過Read好像不行 因為Read我們要一比一比的 所以這裡的話可能要ReadLine 加S ReadLine 因為ReadLine只會讀一行 那ReadLine的話它會把資料一筆一筆的 就是有沒有一個換行一個換行的 把它讀到List串列清單裡面去 那我們在什麼 逐一逐一的把它抓出來 但是還有一個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呢 它讀的話只會讀一個 怎麼一筆資料 像這個一筆 這樣一筆 對不對 可是問題來了 我們資料庫是藍位式的 那藍位式的話意思是說 它會有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概念 所以我們需要建 假設說我有五個資料 那我就需要建五個藍位給它 對不對 所以也許我們分兩階段來做 第一階段 就是怎麼樣 先把資料讀出來並且切割 ok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再建一個資料庫 裡面再產生一個資料表 五個欄位 再把這些資料呢 insert into到那個資料庫裡面去 ok 那要怎麼做啦 我們按部就班 第一個我們先讀檔 讀檔應該還記得吧 首先的話呢 一樣我們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呢讀檔 那首先當然前面講過嘛 你如果要把那個Member讀進來的話 那就是用一個叫F物件的東西 等於什麼呢 open 我把它放大一下 Kanto加 open什麼呢 哪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因為我剛好是放在我的那個 這個目錄底下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那所以我乾脆 如果你怕打錯字 你乾脆把那個檔名副檔名用 重新命名的方式把它貼過來 一定不會錯 我是建議 尤其檔名副檔名你 擔心打錯的 你乾脆用貼的好了 如果你要完整路徑 像有些同學不知道路徑 那不然就點上面這邊 也是一樣可以複製 複製貼啦 所以常常有同學程式錯都是打錯 比如說裡面打錯一個字 那不如你乾脆用貼的絕對不會錯 OK 比如說這個路徑 你可以點上面嘛 然後貼的話 假設你要絕對路徑的話 那就是C冒號斜線底下這個路徑 那如果我要讀取的話 我就逗點 加一個R模式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把那個Print 一下 Print 什麼呢 F 點 那我用Read的是全部讀取 但是這裡的話特別注意哦 我要把它讀成 一列一列的資料哦 OK 所以這裡的話請記得要把它Readize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的話基本上兩行啦 用Readize 我們看一下Readize 讀到的結果是我們要的 執行 OK 那你會發現呢 讀完之後呢 它會出現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呢 你的Unicode Decode L 編碼方式哦 是 你的編碼不是CP950啦 所以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要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我好像前面有講過哦 有沒有 它其實裡面應該是UTL8 看一下有沒有 另存新檔 UTL8 所以呢 假如遇到這種狀況 做什麼動作呢 記得哦 在這個R後面呢 再增加一個變數 增加一個參數 叫什麼呢 叫encoding 等於什麼呢 哎 UTL8 所以這裡的話 加個UTL1-8 好 當然了 如果假設了 你讀取的過程沒有狀況的話 那不用加這個 可是如果說像我剛剛 這個執行出現這個錯誤哦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這個錯誤哦 你就知道說哦 應該是編碼方式不對 哦 所以以後啦 慢慢累積錯誤啦 那 程式會怎麼樣寫 會寫越來越厲害 就是你看的錯誤越多 表示你就會精進了 那沒有人說一下子全部都寫對啦 沒有那麼厲害的 一定是從錯誤當中慢慢學習的 那為什麼我 我一看就知道啦 因為我看這個錯誤可能看了100次了嘛 所以一看就知道了 OK 好啦 那他 當然這地方也是需要一點 要把它執行 OK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他就幫我把裡面的資料全部都叫出來 那因為是READLICE OK 所以你看哦 READLICE READ加LICE 有沒有 那所以這邊的話一定是一個 串列 中國阿胡 然後第一筆 後面一個換行 有沒有 前後是單引號了 表示是文字 豆點第二筆 有沒有 然後第三筆 就是慧原二 然後後面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特徵 大概是這樣的結構 然後呢 底下的話呢 他這邊就是一個換一個中瓜胡結束 所以呢 如果假如說我希望呢 一筆一筆的把它分開的話 分開還記得吧 那我就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先丟給一個變數叫LIST1好了 等於 把它讀進 讀到哪裡呢 剛剛是print了 那我就把它放在LIST1裡面 然後後面如果要全部讀取的話 就是for for i什麼呢 in range 這個應該寫過很多遍了 所以請各位慢慢一定要熟悉 常寫的東西一定要熟 然後呢 就把它怎麼樣 0 0 到 len 指的是它全部 然後呢 把這個LIST全部都讀出來 然後後面加個冒號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這個LIST1 裡面的東西 那裡面的東西怎麼區分它的編號呢 就加個中瓜胡 裡面放個什麼 放個i就可以了 有沒有 有沒有 不過等一下會有個問題 因為它尾巴會多一個這個東西 換行 那print本身也有換行 所以輸出會變成兩個換行 那怎麼辦呢 要不就是說你把print這個換行拿掉 還記得吧 倒點end有沒有 end等於空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已經有換行 我就不幫你換 不然會兩個換行 看起來怪怪的 那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什麼呢 把它的尾巴的換行去掉 那這裡可能要需要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strip 打一個s 有沒有 這個是文字有沒有 字串 點 這邊有個叫strip 後面就跟你講說 再加個字圓給我 什麼字圓呢 就是我要去掉的東西 尾巴 它可以去除的就是前面或後面 只要你指定的字圓 像這個換行 它就幫你去掉了 那這個的話呢 它就去掉之後 它就幫你把尾巴這個去掉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strip 主要就是什麼 幫我把那個哦 把我在 這個裡面的這個換行 幫我delete掉 所以將來就不會有這個換行 也就是說不會造成 兩個換行的問題發生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輸出就OK了 然後它就是輸出第一筆 零嘛 然後這是一 二 那就是換行拿掉了 所以不會有兩個換行 但是呢 將來如果這個資料 要塞到資料庫裡面去的話 那勢必哦 必須把它分開 所以再來的話 可能還需要再怎麼樣 再把這個資料 做後面加一個點什麼 點strip Sprits 更正一下 Sprits Sprits就是說呢 把它的中間 這個逗點有點像資料剖析 也幫我把它剖開來 逗點 Sprits 再加一個什麼呢 那當然呢 如果你Sprits的話 前面就需要有一個 叫一個 一個串列去接好了 那因為前面已經有list1了 我把它改成list2 list2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Sprits之後的結果 那Printer我先把它拿掉 把它放在list2 也就是說呢 這個東西 放在這裡 那當然呢 我切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list2 那你會發現哦 切出來之後的結果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切完之後哦 有沒有 歷史2裡面放的就是這樣子 分開來了 然後是放在一個串頁裡面 啊跟各位講哦 這個東西哦 將來放在資料庫 才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才可以分開來嘛 你不能說一個蘿蔔 給它很很 就是 一定要是一個蘿蔔的坑哦 你不能說 你沒有分開來 你就是要把它通通放在一個 不行 哦 OK 所以哦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做那個什麼呢 開啟 有沒有 用realize 然後呢 再把它裡面所有的東西 讀出來 讀出來之後的話 記得哦 再利用什麼 用strip做切 做那個 切割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那這樣的話呢 第一步就是檔案讀取 哦 誠字不多啦 哦 但是 很重要 OK 那讀完之後再來做什麼 再來第二階段哦 再思考 什麼跟資料庫哦 結合 所以呢 待會就要思考 我們有五個東西 所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問題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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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